這就是他們談判的那個桌子 還有這裡談判的兩個小房子 還有藍色的三尊建築是民放管理的 那在狗狗這邊照著狗狗的樣子去秀 讓你們繞一圈看看啊 北朝鮮北韓的這和南韓的 有什麼不一樣啊 火鍋對我們台灣來講也是最愛的啊 北韓為了突破封守爭取外匯 除加大開放了國內的旅遊景點 吸引了各個國家的觀光客之外呢 也有不少堪稱花招百出的外貌措施啊 如在海外設立的國營餐廳啊 國際動畫代工啊出口外勞啦 那個是我們台灣沒有開放 不然聽說這個北韓啊 找到他的勞工哇塞啊這個 很棒的喔 任勞任怨啊 語言不同而已啊 那知道嗎 北韓甚至還如同歐洲的小國伴 也發現了郵票來爭取外匯喔 我們來看看北韓的郵票吧 這是現在的1948 2008 70年的這個紀念郵票啊 告訴你北韓在目前為止啊 是唯一一個你沒有辦法自由行的地方啊 北韓目前呢也僅能團進團出啊 那進來這裡面一定會有國家的購物點啊 哎呦這個跟那種以前的東南亞國家啦 還是像韓國啦南韓有沒有 我們常去韓國會有攝影小地啊 人參啊 然後購推銷的有沒有齁 所以團體的材料都很熟的啊 那北韓這一點沒有啊 國家經營啊 那形象可以怎麼在破海市啊 所以除了呢 呃 知名的開城人參 春香牌的化妝品啊 還有一些天然的藥材可以做伴手禮之外 北韓紀念品當中最平易近人的莫過於 北韓的郵票 郵冊 以及明信片等郵品啊 那說的也是啊 哎從北韓買一張郵票回去 哇塞 金光閃閃啊 誰買得到啊 很稀有的啊 OK 那看完之後呢 我們又來到了一個 真的有符合我們的標題了 勇闖神秘國度 板門店非武裝地帶 進來吧 38度 不是高粱酒喔 而是 他的緯度 板門店是位於朝鮮民族主義人民共和國 與大韓民國之間的朝鮮非軍事區 DMZ 他包括了主要舉行會談的建築物在內的其他周遭的場所 不包含這根人生啊 那板門店與柏林為牆啊 一同被視為冷戰時期的象徵啊 非武裝地帶 板門店呢 原先僅是一個小村莊的名字 為了便於當時中國軍隊代表的早巡 在會議場所附近的臨時用的木板 搭了一個酒館兼小雜貨鋪 啊所以現在我們來這裡就可以買東西 啊 並且懸掛了用漢字書寫的板門店 進行的標誌 從此該地得名就叫做板門店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裡 然後這個是邊線 那這裡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這個是這個朝鮮 他的 他的 他這個 這裡的房子村莊 還有這裡是談判的 這個談判的那個兩個小房子 簽協議的 到外面改兩個了 他這個呢 是他們共同的措施 有看到這地圖的簡介嗎 板門店離首爾約52公里 離平朗約147公里 離開城工業區約8公里 為南北之間唯一的接點 並且設有了中立國監察委員會 由瑞士、瑞典、捷克 還有波蘭四個國家來監督 附近除了會議室之外 還設有南韓的和平之家、自由之家 與北韓的統一格、板門格等設施 北京王遜錯 所以 1950年 1951年6月30號 向我們提出進行停戰談判 停戰談判時 討論好幾個問題 首先是 第一個討論的問題是 確定軍事國際線 然後是討論非洲秀群 還有好幾個問題 這就是他們談判的那個桌子 他們談判的那個桌子 兩方開始談判了 板門店是軍事分界線 設置了2004年10月31號 美方把板門店共同警戒區 僅被任務正式交給的南韓 而韓戰的停戰協定 是在1953年7月27號 由朝鮮人民軍、中國人民志願軍和聯合國軍 在板門店簽訂的韓戰停戰協定 主要的內容包括了確立一條軍事分界線 雙方各後退兩公里 建立一個非軍事區作為緩衝 第二 敵隊的雙方的武裝力量 在停戰協定簽訂的12小時內 停止敵隊的行為 712小時內撤出非軍事區 第三個 協定生效後的60日內 各方將戰俘分批 前返或統交給 中立國前返委員會 來處理 這就是韓戰的停戰協議 我們現在就來到了 簽署停戰協定的會場 今天我們可以用觀光客的身份 進來這裡看 但是你知道 當時這裡 哪有那麼簡單 悲歡離合全在這條線 有人類 有戰爭 千年來過去了 戰爭 用各式各樣的因素 繼續在全世界各國發酵著 這裡是當時的聯合國會期 也就是我說的 當時簽署停戰協定的會場 是由三方代表過來的 這三方代表包含了朝鮮人民軍 中國人民志願軍 跟聯合國軍 在這裡簽訂了協議 對於我來講 現在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根本不知道戰爭是什麼 戰爭帶來的影響有多大 但我相信只要有人類在了一天 戰爭就永遠是不可能會結束的 我認為世界和平 不 因為人是有私心的 所以 怎麼可能 會有世界和平的這種事情發生呢 我們盡可能的想要維持和平 但事實上 真正要維持和平 卻不是來的那麼簡單跟輕鬆的 藍色的建築是我方管理的 還有藍色的三尊建築是民方管理的 從左邊 第三個建築就是 各州 在這裡進行過 軍事提侦委員會 我原委員會 這是我方的 還有對面的建築是 自由之家 南方的自由之家 這個是法國和漫 這個是自由之家 還有那個 右邊的是和平之家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 美國蘇聯兩軍分別佔領了 南韓北韓 並且按照各自的意識形態 對所佔地區施加影響 推行各自的政策 建立自己的組織、機構 朝鮮以38線為界 分成了南北兩部分 今天我們來到了38線的板門店 你知道嗎 我們是在北韓這一方 那你到南韓 也可以從南韓那一方看過來 這個穿著你就看得出來了 南北韓分別在哪邊 所以1945年12月 美英蘇三國外長在莫斯科 簽署了關於朝鮮問題的 莫斯科协定 主要的內容是 美蘇佔領軍司令部代表 組成的聯合委員會 和朝鮮各政黨的社會組織協商 組成了朝鮮的聯繫政府 1946年的3月20號 美蘇聯合委員會在漢城成立 並開設討論 允許哪些組織參加 漢城 告訴你現在少年 可能不知道漢城是什麼 但是呢就是現在的首爾郎 當然後來呢 鄭民嘛 鄭民活動 後來很多的國家都想要去漢化 想要發展自己的國家民主 所以呢 漢城當然也就沒有再繼續了 1947年的5月21號 美蘇聯合委員會在漢城重開會議 由於雙方無法消除分歧 所以美蘇兩國開始各自 培植自己的政治勢力 跟尋找合適的代理 說穿了 也就是呢 阿毒阿 老外 跑到亞洲的一塊 不是自己國家的土地上 來去做對決囉 然後美國率先違反同盟國 關於朝鮮自由獨立 以及成立統一的朝鮮政府的協議 在南韓支持成立政府 1947年11月14號 第二屆的聯合國大會 通過美國提出 關於朝鮮問題的議案 決定設立聯合國朝鮮臨時委員會 派駐朝鮮監督全朝鮮的選舉 然後成立全國政府 那當然呢 就開始出現了很多很多的問題了 在南韓宣布成立的大韓民國之後 朝鮮北方一採取了相對的活動 其實說穿了又是美蘇兩國 在各自的土地上 擁立了各自想要擁立的人 從此朝鮮半島出現了兩個各自為政 互相對立的政府 之後兩個政府圍繞著國家的統一 展開了尖銳的鬥爭 從1949年1月至1950年6月 朝鮮南北雙方在38 縣附近共發生了兩千多起的糾紛 各種武裝的衝突不斷的升級 終於在1950年的6月25號 大規模的內戰在38縣上爆發了 著名的韓戰開始了 由於從1946年起 蘇聯就培訓了幾千名的北韓軍官 每個師還配有15名的蘇軍顧問 再加上大批曾經在中國 東北參加過中國抗日戰爭跟內戰 有豐富實戰經驗的官兵 北韓軍隊的實力跟南韓就沒有辦法批底了 南韓的軍隊根本沒有招架之力 所以基本上韓戰也可以說 美國基本上是輸掉的 我們現在首都的平壤階級 也來順便看看韓戰的簡介 來吃特色餐囉 特色童晚餐 餐桌上使用的碗筷勺子 都是純童製作的 小童晚上面還有個純童的蓋子 幾百個這樣 金光什麼什麼的童晚 統一擺在這個桌面上 看上去非常的壯觀 那揭開蓋子之後 裡面呈現的都是 是吵醒各式各樣特色鹹菜 還有呢 拌菜美食 很吸引人的胃口 年輕人啊 中島年人不知道吃的習不習慣 帶來一種感官享受 一個人七八個同碗 那你知道嗎 一桌如果十個人一丟上去 那不就是 將軍快擺來一個 所以這個擺上去 有時候碗一堆啊 在上面還有一個生死八道啊 搞不清楚啊 哪一個碗是你看這樣一百 那麼吃到隔壁的都有 道道地地的韓國特色小吃啊 真的 所以 韓國的吃啊 就是很兩極化 有的人愛的不得了啊 有的人呢是 很不能習慣 很不能喜歡啊 人生雞有沒有 雞裡面還伴隨著這個米飯啊 雞燉了 一咬就化開來了 很好吃啊 我是沒吃啦 但看起來好像很好吃啊 來我們每一天呢 都會在街道上開車啊 就可以看得到啊 這些純樸的街道 你看那些人們很守交通規則 有沒有 這 你說原始也還好 你說不原始 那也很特別啊 反正呢 無論如何 朝鮮有朝鮮的街道風味啊 來 我們先來來到朝鮮半島歷代王朝最高學府 高麗博物館 朝鮮開城高麗成軍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 將開城的歷史遺跡區 正式列為了世界文化遺場 這片區域 完整的展現了千年之前 高麗王朝的歷史風采 開城的高麗成軍館 位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開城市區 所以我們現在是來到了開城 高麗博物館最初為十一世紀初 高麗國的行公 名為大明公 當時曾作為外國來賓的住宿地 又稱作叫順天館 後來改作宣傳儒教的真務館 1089年 最高教育機關國之間遷到了這裡 改成了成軍館 所以它就是朝鮮半島歷代王朝最高的學府 在高麗博物館的成軍館 在高麗博物館的成軍館 開城的成軍館 採用的是前學後廟的佈局形式 學校在前文廟在後 雖然在朝鮮王朝時期改成了開城府學 但文廟的規制還是很完整的 建築的規模也很大 今天這一座古老的建築 成為展示朝鮮歷史高麗博物館 內有大量的出土文物 在1987年建造 它設有十二棟的主要建築物 以及六棟屬於高麗的成軍館的附屬建築物 總面積高達了七萬平方米 擁有超過了一千件歷史遺物 館外設有十三處的觀賞文物 亦有石塔、石碑以及石燈等展示品 以前叫高麗 後來朝鮮取代高麗之後 太祖前三年、定宗二年、太宗前四年 仍然當時它的首都就是開城 開城是當時的國都 此間一開城,成軍館仍然在當時是國學 所以你在這邊就可以看得到傳統的儒家思想 我對於儒家思想有自己的概念 我覺得我們比較彬彬有理 比較懂得理 我覺得跟當時的儒家思想都有很大很大的關係 所以現在來到高麗博物館 簡簡單單的看一下當時韓國 我們現在叫韓國 那也因為分成南北叫南韓北韓 對北韓來講什麼叫韓國 朝鮮就朝鮮 那在朝鮮之前就是高麗 說起了高麗 那高麗菜是不是來自這邊 不是哦 高麗菜它是原產於歐洲的西部沿岸 地中海沿岸 正式的名稱為甘藍菜 那除了高麗菜也有人稱它叫包心菜 捲心菜 洋白菜 18世紀末 他傳入了中國之後 地位遠不及大白菜 日本製台引進了甘藍菜 仍不得台灣民眾的青睞 天啊恭喜為了宣傳 日本人 摧著的人高馬大韓國人 高麗人 表現陽剛之美 就猛男秀嘛 宣稱這些韓國壯漢的就是吃這些菜才會這麼醜用 所以常吃 會有高麗生的時效 從此台灣人就叫做高麗菜 所以你們看到高麗像說 我這是發源自韓國的 不是 不一樣的 你看看現在 今天上面看的 其實我會覺得北韓跟東歐跟俄羅斯 就是有那麼一點點相同的感覺 有點像那個俄羅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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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 右邊 坐地鐵囉 哈? 你們有沒有去的會有 他那邊也是探察 這個動物很怪 有點像是動物怪 這是俄羅斯鴨喔? 因為俄羅斯鴨也是那個80年代的 1951年 賴大哥鳴力姐 下來這下面 地鐵的深度是世界上最深的平壤地鐵 這個深度呢 深到會怕 下到下面呢 自己都會嚇一跳 這是要去開採礦還是幹嘛 怎麼會下到這麼深的地方來搭地鐵 所以說 來到北韓你坐地鐵的時候 是看藝術品 也是一種全新的體驗 做到自己會怕 平壤地鐵是全世界最深的地鐵 也是朝鮮半島第一條通車的地鐵 朝鮮人民呢 深深以此為一個驕傲 你知道 搭乘地鐵啊 就變成了朝鮮旅遊的必遊行程之一 跟俄羅斯地鐵啊 好像好像啊 同中的嘛 那再來呢 我們看一下平壤地鐵 平壤地鐵1968年動工 是朝鮮前領導人 我們今日曾在參觀了北京建設的地下鐵系統之後 開始呢 就在平壤修建的 平壤地鐵1973年9月開通的第一條 名字取得很棒 叫千里馬線 比這個韓國首爾的地鐵呢 早了一年 可以說是整個朝鮮半島上的第一條地鐵 第二條呢 叫做革新線 就是在呢 1975年的朝鮮 國慶日來通車 他們看你們也覺得很新鮮啊 那北韓人可能也習慣了啊 習慣觀光客來坐他們的地鐵 平壤地鐵系統長24公里 分成了千里馬以及隔新等了兩條支線 共有17個車站 在中國前蘇聯以及東歐各國的資源底下 平壤地鐵仿造了北京以及莫斯科 建成了世界最深的地鐵系統 深度普遍在22到100公尺之間 某些山區的路段更深入了150公尺 除了交通運輸外 這個地鐵的系統還有防空洞的功能 當然也不能錯過這兩位神級的人物啊 那這特別可能是為了發生的戰爭 所考慮而來設計的 所以就讓我們展開了平壤地鐵自律吧 通常外國遊客體驗平壤地鐵的方式是什麼 遊覽車載我們到某一個地鐵站 大家落車 然後呢 再由這個帶領我們的導遊 帶領的大家一起搭一站地鐵 然後來順便來看看 在這很深的地鐵站底下 人家怎麼去做這一種所謂的 怎麼說 地鐵的這個藝術設計的 看起來多棒啊 充滿了馬克思主義 充滿了共產主義 也是一種特色喔 我對於世界各國所展示出來的風土民情 基本上是不排斥啦 不排斥啊 除非他有像是印度的種性制度我不喜歡啊 不然剩下的基本上我並不會對於 民族主義或者是共產主義呢 有強烈的特別的個人觀感 因為我覺得 這不是我們一個人能夠去改變的 也能夠去影響的 因為每一個人喜好各有不同嘛 但當然當然當然喔 我是喜歡民族主義的 自由民主才是王道啊 但是我覺得尊重每一個人呢 對於每一個國家政治的體系 他自己的支持啊 來那我們現在呢 慢慢的慢慢的啊 我們要搭什麼 搭這一個手扶梯上去 哎呦你看看啊 剛剛搭下來那麼的長 現在我們搭上去看看 喔很長耶 熱熱的啊 而且呢 在平壤看不到每一個人在畫手機 你也看不到每一個人一直打電話 電話講不完 沒有 你就看到他們 他們是長怎麼樣 他們的搭手扶梯的感覺是什麼 不是看右邊看左邊 左邊就是他們當地的人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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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来咯 北韩的刺绣中心 在北韩 你倒是可以放心 它太多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官方指定 不管任何的商品 都是经过官方认可 朝鲜的特色之一 这是领导人都要去每个地方 视察教导 赤修中心当然也不例外 赤修中心也可以看得到 领导人来这边做什么 来这边呢 视察的照片 尤其是在这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聚精会神的工作人员 这些都是手工人工的 而且也不知道 是不是这个 维度跟气候的关系 超前的女孩子呢 皮肤是特别的白 好 不容易 虽然我学中心 对我在还认识 一些个人 我觉得实际上有那么多 肌子 我们下注 毕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法国巴黎的凯旋门 明文侠尔 不过世界上最大的凯旋门并不在欧洲 北韩的骄傲以一万多片的花岗岩所汽车 门上可有金日成将军之歌 最大的凯旋门在朝鲜 它是1982年为了金日成七十 受成县礼而建的 那高60米宽52.5米高度超过巴黎凯旋门10米多 是名副骑士的十九十岁 朝鲜的凯旋门位于首都平壤 牡丹丰山脚下的凯旋广场 是一座纪念碑式的建筑于1982年来建成 凯旋门高60米 哇塞算很高 整座建筑用了一万多片的 精致细琢的高级花岗石继承 规模非常的大 有三层的这个 歇山式的屋顶 体现了 朝鲜传统建筑的特点 那盖起来还是跟巴黎凯旋不太一样 因为它滚门是朝鲜传统的城门形式 因为很大 可以同时开几辆汽车过去都可以 那门柱上面还 磕着白头山金日成将军之歌 和金日成 投身革命到凯旋回国的年代 1925到1945的金色字样 门柱边有70块 金达莱花文的浮雕石刻 标志着金日成同志的七十秀成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那个莫妮卡 左拍右拍 那里面特写这里 有没有看到 丁管我怎么说 1925到1945的金色字样 这个是金日成投身革命到凯旋回国的 这个重要的年代 那旁边呢 还有呢 朝鲜人民遵循金日成教会 为祖国建设积极奋斗的浮雕群像 哇 他们的造神运动 教终多自探不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